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父母弟弟一起挤在老宅子里 他更是觉得自己没有错 觉得是张哑不懂事 不孝顺 爱慕虚荣 总之 所有他能想到的对于一个女人不好的字眼 他统统用到了张哑身上 他和他相亲认识 算是门当户对 如果非要较真一点 其实他的条件比他还是要好上一点 至少家庭负担没有这么大 因为他还有个弟弟 而他只有一个妹妹 在农村嫁女儿和娶儿媳妇 这哪个对家庭的负担重 是显而易见的 更别提 那时候他工作上出了点问题 直接辞职了 可以说在这一段时间里 都没有收入 但张哑还是和他恋爱了 说只要一起努力 穷只是暂时的 日子肯定能越过越好 他没要彩礼 没办婚礼 就这么领证结婚 和他一起租房子 一套两居室里面的其中一间房间 他是愿意和他一起过苦日子的 但他也希望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汪亮心中其实也是希望的 只不过他一个人是真的存不下来钱 因为弟弟游手好闲 他的工资基本上都用在了家里的开销上 就他没工作的那几个月 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 这些情况张哑是婚后才知道的 当时结婚仓促 他没去打听 不过既然已经结婚了 他也不觉得有什么 和汪亮商量 我们先暂时不要孩子 努力赚钱 存钱买房子 他虽然答应了 但说实话 四年存的钱绝大部分是张哑的 他还问娘家借了点钱 总算是贷款买了房子 他终于心里踏实了 有了自己的房子 但随之而来的是每月的房贷 还有因为年龄 应该排上日程的备孕要孩子 养孩子也是要钱的 压力其实更大了 但说心里话 有压力才有动力 虽然他焦虑 日子倒也照常过着 但很快 不到两个月 婆婆和小叔子的到来 直接打破这个家庭的平静 婆婆说 小叔子要在市里找工作 租房子费钱 就在客厅将就一下好了 张哑对这个从来都不曾 给他们小家搭把手 只知道要钱的婆婆 其实没啥好感 但毕竟是长辈 小叔子又是自己老公的弟弟 虽然住在客厅不方便 他还是忍了下来 张哑本以为小叔子只是过来住一段时间 找好工作就会搬走 但谁承想 这就是一个借口 他只是换了一个地方 有手好闲而已 一点家务活都不做 自己的衣服也不洗 还天天嫌弃 家里饭菜不够好 说是不是故意针对他 更离谱的是 他还挑拨离间 总之就是有种想要拉着自己哥哥帮自己 然后孤立嫂子的感觉 其实小叔子的这种行为 但凡汪亮这个当哥哥的能拎得轻 他就不会得寸进尺 小叔子明明知道张哑爱干净 他就故意乱丢他的东西 他甚至亲眼看见小叔子用他的毛巾擦地 然后还有意无意地把他的东西归到一个地方 他和哥哥的东西放一个地方 试图从这些细节来说明 谁和谁才是一家人 张哑不是没和汪亮说过 但是每次要么被敷衍 要么帮着一起说谎 说弟弟是好心办坏事而已 不要计较 总之帮着弟弟 完全不顾虑妻子的感受 他实在忍不住了 就说小叔子反正也不找工作 在这里捣乱还影响我俩感情 还是让小叔子回家吧 但他不肯 他家原本不富裕 现在在市区买了房 能带着弟弟一起住 他觉得有面子 这好不容易得来的面子 怎么会因为妻子的抱怨 而去自己毁掉呢 更别提 他从心里觉得 弟弟就是一家人 自己帮弟弟 没有错 因为有哥哥一直偏袒 张哑小叔子 可谓是越来越得意 甚至直接呛声 说我哥哥的房子 就是我的房子 你一个外人 没资格对我说三道四 张哑一忍再忍 终于是忍不住了 在小叔子再一次 装着无意丢掉他的东西之后 他让他滚 小叔子说 这是我哥的房子 你一个外人 说了不算 张哑笑着说 不仅你要搬走 你哥也要搬走 我和他离婚 说完 他就开始打包小叔子的东西 准备直接赶他出门 刚整理到一半 汪亮回来了 一见自己哥哥回来 他弟弟直接就开始嚷嚷 说嫂子要赶他走 说没想到会在哥哥家里受委屈 说着说着还红了眼眶 汪亮可见不得这个 直接就发火了 冲着张哑说 那是我弟弟 你怎么好意思赶他走 你怎么这么小心眼 怎么就容不下我弟弟 他是我家人 你不知道吗 张哑气笑了 他一开始啥也没说 不管这两个人怎么骂 他都没回嘴 只是强势地收拾他们的东西 直接就给丢出了门外 在关门之前 他才一字一句 冲着汪亮说 我不仅容不下你弟弟 也容不下你 我们离婚 你去找个 容得下你弟弟的老婆 说完 他就关了门 汪亮带着弟弟回了家里 但他不同意离婚 并且坚持自己没错 他还在等着张哑来认错 求他回去 殊不知 张哑已经开始找律师 起诉离婚了 一段婚姻 就这样眼看着要走到破裂 就因为小叔子的出现 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但问题出在小叔子身上吗 其实 问题还是出在汪亮身上 他这样拎不清 不懂得分寸感的男人 即使再婚 也不大容易会婚姻幸福 因为在他心中 面子重要 自己父母重要 自己父母重要 弟弟也重要 都是一家人 唯独这个 要陪伴自己一生 或服相依的妻子 是外人 不重要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